4月16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十年来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但中德关系始终稳健发展 各领域合作 不断巩固和深化 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动力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 要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大国合作 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 超越双边关系范畴 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 中德两国都曾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中德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 中德合作对双方有利 对世界有利 舒尔茨表示 当前德中关系发展良好 双方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密切 双方成功举行了两国政府磋商 以及战略财金等领域高级别对话 还将举行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 过去两天 我和德国企业界代表参访了重庆上海等地 亲身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德中两国企业界的紧密良好合作印象深刻 会见后 习近平同舒尔茨一起散步并共进午餐 就广泛议题进一步深入交流 台湾生、一局词 通 seen英文丰川大学位的小学生 会在北京司里面的空层上 和中国学生交流会与中国学生的学生 东京大学学中一学生的博士训练成为是华士论 1907年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再次联合 您的工作是很感激的 在我身上的地方 在同一边的地方 在我们的社会议讨论 我们要谈谈关于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不同的 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有点很多问题 我们的问题 有关这些问题 我对他们的问题 有关于世界上的团体 我对我们的共产党 再到2050亿党的问题 我们有关于2050亿的问题 的问题 对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尤其是一切 我当然会不会 我当然会不会 因为我认为 我和政府人们的想法 我一定要透過一些科技對於不同的公分, 但是我會比較關心的. 所以我們來選的是科技 keh訪, 在反而發。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科技的採訪, 我覺得不知道在2020年後的機會是 因為我們在數字邊動, 我看到了一年的事, 攝影视。 出品有一定的需要, 选择在找的。 我希望我明白你的事, 谢谢大家。 在中国的数学生在中国的数学生的数学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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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